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也就很常吃 豆腐啊 對啊 豆腐會有問題嗎 豆腐 而且很多人吃素 就特別愛吃豆腐 豆製品 但是你知道嗎 像一般我們傳統那種 所謂的板豆腐吧 板豆腐 它鈣的含量高達140毫克 但是一般來到這種 盒裝的嫩豆腐的話 就只有 對啊 就讓人長得很難想像 你說想要吃豆腐來 可能補充一下鈣質啊 可是這種豆腐沒有辦法 嫩豆腐比較嫩耶 對啊 但明明也是豆腐啊 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先問一下 營養師好不好 它其實就是那個凝固劑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豆腐要凝固嗎 那你傳統的 你在菜市場買那種 傳統的老豆腐那種的板豆腐 那它主要是用硫酸蓋個石膏 去做一個凝結的作用 那所以它的味道會比較香 你會不會覺得它的豆香味比較夠 然後味道比較香 那我們一般的嫩豆腐 它都用是葡萄酸那籽 它是沒有蓋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本身就是 只有豆腐裡面的一些鈣 所以相對來比的話 如果你是要吃到 其實吃豆腐要吃兩個 一個是蛋白質 一個是鈣 不是 一個是蛋白質 然後一個是如果你要補鈣的話 你是要吃老豆腐 板豆腐 可是我跟大家講 基本上你的豆腐啊 黃豆類的東西 基本上鈣的含量其實都不高 沒有牛奶這麼高 所以你不能有個迷思說 我要喝豆漿啊 或是吃豆腐來補充充足的鈣質 不能不夠 是不夠 那蛋白質呢 但是對素食的人來講 有的人是不喝牛奶的 就必須啊 對啊 那它就需要 那需要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從所謂的老豆腐 板豆腐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社區 對 這邊三種 一 杏仁豆腐 二 這個是雞蛋豆腐 三 這是芙蓉豆腐 這三種豆腐 請問哪一種裡面有黃豆腐 豆腐不是都黃豆做的嗎 對啊 好 好了嗎 好的 來 請選擇 全部二 全部二 後面兩位三 對 大家都認為杏仁豆腐沒有黃豆腐 不給我啊 然後它就殺了對不對 對啊 那吃起來就是 杏仁為主嘛 對啊 它就叫 但可能是調味啊 它應該只是取一個名字啦 表示說它做得像豆腐一樣 對 這個分析對 就像那個長頸鹿眉語的故事 對... 對啊 雞蛋豆腐大家都認為是 因為它的顏色最黃 最接近黃豆 芙蓉豆腐也是黃色 可是雞蛋豆腐比較更黃 所以你用顏色來判掉 如果這三個裡面 只有一個有黃豆 就是雞蛋豆腐 雞蛋豆腐 看起來很黃沸對不對 對 雞蛋豆腐跟蛋豆腐一樣嗎 雞蛋豆腐跟蛋豆腐 蛋豆腐長怎麼樣 對啊 蛋豆腐長怎麼樣是怎麼形的 很長的吧 有點像你是吃火鍋的時候 圓圓的 然後表面上 沒什麼毛細孔的那一種 是 那種的像包起來 像水餃那個東西嗎 那是蛋餃 看他講 但我們講 就是它整個長得像蛋腸 然後切成一結一結 然後你丟進去煮之後 它會膨脹變兩頭出來 然後沒什麼毛細孔的 很好吃嘛 好吃啊 那個有黃豆嗎 蛋豆腐跟我們剛剛前面 第一個那個芙蓉豆腐 這兩個都是 雖然稱豆腐 可是都沒有黃豆 那要怎麼做呢 它是用雞蛋 然後再來就是鹽 然後柴魚汁 對 那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像豆腐而已 所以跟豆腐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豆腐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可是因為它嫩的感覺 有點像在吃豆腐 形狀像豆腐 插在哪邊 如果是你真的比如說 你要控制 膽固醇的人 那你要想說我吃豆腐 因為豆腐沒有膽固醇 可是雞蛋 不小心吃到雞蛋 對 它不小心吃到 所謂的芙蓉豆腐 或是蛋豆腐 那它沒有黃豆的優點 但是它卻是那個 所謂膽固醇過高 那杏仁豆腐呢 杏仁豆腐成分很複雜 杏仁是主要的 再來就是糖 再來杏仁豆腐 如果你真的有吃杏仁的話 你會覺得杏仁沒有這麼 沒有香到很濃的樣子 對不對 你見過賣草人 賣那個杏仁茶什麼這個 那個很香 香到不行 那都是...那不是真的 加了杏仁精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這一家的杏仁豆腐超好吃的 超濃 超香的 它裡面就是加鮮奶油 對 然後它還有椰子油 椰子油就是飽和脂肪酸很高 會造成心血管阻塞的 所以杏仁豆腐聽起來很健康 其實它風險很高 對 所以這個真的要佐料 那雞蛋豆腐裡面有雞蛋嗎 雞蛋豆腐裡面有雞蛋 有雞蛋 然後真的有黃豆有豆腐 真的有 照道理說應該要有黃豆跟雞蛋 但是黃豆是確定的 但是雞蛋不一定 有時候它不是用雞蛋 但是部分的雞蛋豆腐 並沒有雞蛋 它是用蛋的 它是用什麼呢 它只有那個顏色而已 加上一些那個 有蛋的香味的東西 你可以據說有一個分辨方法 你們可以拿一個小刀子 把它切成一個四分之一的塊 從桌子邊緣把它推下去 輕輕的推下去 如果純粹是靠雞蛋的 凝結的那種 它就會摔著粉碎 如果沒什麼蛋的那種蛋豆腐 它就幾乎會Q彈彈 好期待喔 來 這個是 這個是雞蛋 沒有黃豆的 雞蛋豆腐 蛋很多的 雞蛋很多的 你看喔 數到三一起推 1 2 3 有沒有 它爛得很徹底 天啊 它有蛋會爛 這個蛋就比較多 這有時候不一定有蛋 其實如果非常堅持的那種 它不一定真的有蛋 它很堅持耶 對 可能沒有蛋 它好完整喔 它是雞蛋的顏色而已 它整個人沒事耶 所以這種完整它可能就是 雞蛋就少少的調下什麼什麼之類 不是 顏色喔 而且它原料上面還跟你講有雞蛋喔 有啊 它會也是 因為它雞蛋排行在第... 一點點啊 第三個 那就是它雞蛋排行很後面 它前面才是它主要原料 了解... 這是差異 辨別的方法 好 那這三種的豆腐 如果吃下來對健康有一些差異嗎 王醫師 其實上了這個節目才知道說 你看 你知道你說太陽餅啊 老婆餅 至少後面有個餅字對不對 對 你連杏仁豆腐 後面的豆腐都不是豆腐的話 那譬如說這名詞真的簡直 就是進攻參考 對啊 那我們都知道豆腐是一個 很好的營養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其實 台灣...中國五千年歷史 在營養價值當中 兩個東西真的是 被外國人最推崇 一個就是豆腐 另外就是我們之前 有講到那個豬血 那本身這個都是有營養的東西 那本身你看 如果你本身是吃素的話 你本身是需要從豆腐 來獲得這些營養素 可是你本身 你看如果你本身這些都添加 都不是的話 那你吃進去就要吃到什麼 吃到這些不必要的東西 那營養該的沒得到 又獲得一些很多的熱量 如果它不是用雞蛋 用黃色色素來調味的話 那這些黃色色素造成什麼 肝臟腎臟的負擔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食品標示法真的非常重要 那觀眾要懂得去判斷 那甚至有關單位去認真說 它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能用這個名詞 因為你用這個名詞的話 基本上真的是混淆視聽嘛 對 沒有得到好處 也就罷了 是不是還有傷害到 健康的案例呢 淑慶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去傳統市場買的板豆腐 通常以前啊 如果你到黃昏市場買到板豆腐 它應該有酸酸的味道 放太久了吧 可是現在的板豆腐你會發現 你什麼時候去買 有時候它都還好好的 真的喔 因為之前衛生局去調查 他發現46%的豆干豆腐類產品 裡面放了 那什麼防腐劑 防腐劑 對 所以之前有人 因為他們豆腐來 有時候就是生吃 又吃比較多嘛 之前有講說奇怪 為什麼他吃豆腐 老是讓他肚子是不新鮮嗎 後來去跟醫生討論醫生說 可能不是不新鮮 因為你沒聞到任何酸或什麼味道 可是它還一直很良好 有時候就是你的腸味道 對這本甲酸可能比較敏感 那所以我是不是還是買包裝的 會好一點的 因為包裝也有板豆腐 包裝要挑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挑 它是不是基因改造的 我們還是強調不要 就是 比較好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比如說在包裝成分上 最好是只有三種成分就好 一個是水 一個是黃豆 一個所謂的凝固劑 比如說像那個 它的盒裝豆腐 一定是所謂 那基本上就這三個就好 不要在後面有的沒的 乳化劑 碳酸鈣 碳酸鈣OK 它就是葡萄酸鈣 跟碳酸鈣一起混合下去 做凝固的 所以碳酸鈣也OK 那如果你要去市場買 我建議你 就是你去你不熟的地方買之後呢 你可以把一格 就像這樣子放在外面 不用推它 這次不用推它下山 我好要推 所以你就有一些拚起來對不對 留一格在外面 如果它到了你要煮飯 它都好好的 下次這一家 你可能就考慮不到 對啦 有道理的好方法 板off就可以這樣做了 對不對 聞聞看有沒有酸 對 好主意 好 當然我們要認識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對我們身體的營養補充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碗醫師 這個奶豆類 對於身體健康的重要 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不管是牛奶 所提供的動物性蛋白質 或是豆腐所提供的植物性蛋白質 都非常的重要 那基本上能挑的話 就挑有標章的鮮奶 然後挑最簡單的奶粉 或是挑有薄酒乳 最原味的薄酒乳 然後豆腐的話 就是以板豆腐為主 那基本上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有時候政府有關單位 要針對各廠商 去做一些檢驗查核 這樣我們民眾才能吃得安心 不然說實在來這邊 真的要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才了解說這些東西 真的是太誇張了 對啊 民不服食 那奶豆類 我們需要每天都有補充嗎 一定要 因為我們常說 其實在我們的七大營養素當中 這些其實營養素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尤其是有一些動物性 它本身是淡奶素的人 那基本上它其實在營養的東西 這豆豆就很重要 那我們常說牛奶跟豆腐 其實是個很好的一些 蛋白質的來源 一定要每天要攝取得到 好啦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說實在 對身體的健康性這麼重要 但是我們不懂怎麼挑選 我們都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 我們就去買了 其實有時候吃下去 不竟然是如它的營養成分這樣 對 今天教大家很多挑選的方式 真的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吃出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吃甜點能減壓 卻只能撐一下下 我發現它吃完甜點以後 好像是 還是怎麼樣 它有種東西到本養 它其實就是這樣 有戀愛的感覺 對 這種東西在身體代謝很快喔 所以大家對我講沒幾句好話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講過 接下來播出 小宇宙33號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小宇宙33號 店內套大爆料現場笑半天 GG妳第一次妳還記得妳跟小樓 後來這泡麵怎麼變熟 應該是洗衣店吧 那個時候有一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常常碰到